中国大陆在全世界的影响力 当然就是非常多的企业 或者是国家都已经感受到了 现在也非常积极的 希望可以跟中国大陆 建立非常好的关系 那现在有一个人 非常的伤心是谁呢 是莫迪 因为他被放鸽子了 因为本来是马斯克 要去跟莫迪见上一面 但是呢 他突然这样子 跟莫迪改了行程 跑到了中国大陆这边去 现在印度媒体不饶他 连这个 他们的新闻里面 都在那边讲说 马斯克意外访华 是道德低劣 还是纯粹为了做生意 印度每个人都感到相当的震惊 因为等于说 莫迪本来要跟他见面 但后来 他取消了行程 结果出现在中国大陆 当然也是为了 他的这个电动车的市场 那他这样子的出现 反倒是这个华尔街的一个传奇名嘴 这个克雷默 他讲说 虽然不是特斯拉粉丝 但是对于马斯克突袭访问 中国大陆的成果 难掩赞赏之情 他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访问 也成功的让这个 马斯克就是特斯拉的这个股价 又攀上高峰 让马斯克又做回了首富的位置 那微博的网友讲说 这其实也不意外 因为你印度根本没有这种 相关的完整的产业链 资本不是傻子 那当然 这个如果说跟这个生意相关 或者是说 这个是现在北京车展 一个绝好的绝妙的机会 当然马斯克是不会错过的 那接下来欧洲三国 也是非常欢迎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能够赶快去访问 武器奇就非常的期待 他说 相信会为塞尔维亚的发展 带来新的希望 那他说 中国是塞尔维亚的铁杆朋友 塞尔维亚人民 不会忘记中国人民的援助 那当时其实在疫情期间 中国大陆也是提供塞尔维亚 很多的这个疫苗 那时候武器奇还感动哽咽 那武器奇说 他现在考虑要来写一本 就是遇见习近平 这样子概念的一个回忆录 关于我们的回忆录 所以其实塞尔维亚 本身跟这个中国大陆的关系 也是非常非常的铁 那再来马克宏也是 也在等这个习近平来访嘛 所以这一次习近平去到了欧洲 三个国家 五月份这一次的出访 马克宏提到说 希望中国能够帮助实现 奥林匹克休战 因为如果在奥运期间 俄乌还在战争的话 的确会影响法国非常的大 那马克宏夫妻 也会跟这个习近平 以及他的太太 这个彭丽媛 一同前往法国西南部的 这个山区访问 那马克宏这儿时 也常常去这一个 碧里牛斯山的这个地区 来访问探访的他的祖母 所以这一次他们也会有 这样的一个行程上的安排 那再来习近平这一次的出访 其实呢也是主要是为着 俄乌中东的一个战火 马克宏的办公室有讲到说 两个人一定是首要的聚焦 共同来解决这个国际的危机 那在这个习近平访欧之前 其实中国大陆的副外长 已经去到了欧洲 出席外交战略的磋商 那中方与欧洲 他说有这样子可以增进 理解互信 来共同推动中欧的关系 稳健的一个发展 欧方也是说也愿与中方 妥善的控管分歧 所以感觉上面都是释放出 一些非常善意的一个讯号 可是美国当然不乐意听 所以美国的媒体都开始纷纷跳出来 讲说这其实有很多的中国间谍 布满了欧洲 他说欧洲上周就发生了三起不同案件 分别指控有六个人 为中国大陆从事间谍的活动 其中两人在英国 四个人在德国 那你看看这个法国的海军上将接受访问 这让我们忍不住想到 210将军那种感觉 他讲法是说 既然中国大陆在欧洲 有什么秘贯行动 包含了美丽的姑娘 浪漫的异国爱情 还掌握机密的这些军事将领 密切的接触 所以很像那种间谍片的情节 正在逐渐在现实生活中上演 那彭博也在讲说 你看习近平去到了法国 塞尔维亚匈牙利 就是要去挑拨 要挑拨美欧关系 是他现在最大的目标 这是美国自己想出来的一些状况 他讲说 现在习近平这样子的一个行程 就释放出来了 北京为着欧盟提供经济的机会 比美国来的大很多的讯号 同时也是为了要争取 并且吸引习近平认为 同情中国立场较多的欧洲力量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欧洲需要同情中国 到底有什么好同情的呢 现在其实欧洲也蛮希望 能够赶快跟中国大陆做生意 拜托中国还比较多一点 反正美国媒体 你就会看到他们各式各样的 在好像有点抹黑中国大陆 那再来 这一次其实电动车 也是一个主要的聚焦点 电动车还有这个风电业 去年9月的时候 欧盟的委员会宣布启动 对于中国大陆的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 决定呢 对获得政府补贴的进口 进口的中国大陆电动车 实施惩罚性的关税 根据这个金融时报的报导 他说欧盟需要实施 高达50%的巨额关税 才能够遏止 这个中国大陆廉价电动车 进入到欧盟市场 那现在看起来 比亚迪在法国这边 对不起 比亚迪在法国这边 要建立销售网路 那这个在法国这里 有这种网路上销售 还有在匈牙利这边 也开设了一家汽车的工厂 现在目前已经开始 在组装电动巴士 所以比亚迪在欧洲 已经开始一个一个点 然后扩散到面了 那其实他在北京车展里面 也发表了一款外形 非常热血的一个概念车 据传这就是要进军到 欧洲市场的电动先备车型 所以也在这次的北京车展上面亮相 那这样子非常多的一些 这个电动车的消息出来 也反映出来 其实中国制造 虽然在这样一个大前提 就是美国不断制裁的这个状况之下 可是他从2015年推出 到现在呢 他们预估大概2025年的达标率 可以到达86% 所以他现在已经实现了新能源汽车 资讯产业大概10个关键领域 已经大概有86%的目标 就足以证明美国你这些关税跟制裁 越大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效果 首先我们来问一下这个介老师 就是越来越多的企业跟国家 是靠向中国大陆的 对我想这个是一个客观事实造成的 也就是说你今天到哪里投资 获利还有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成本都是任何到这个 到外向外投资的基本考虑 对 那其实马斯克放莫迪的鸽子 这个以印度的经历来讲 这不是第一次 那本来马斯克是想到印度去设厂的 那现在显然是谈不拢 他就不去了 那他去中国大陆事实上有要谈的 因为他的超级工厂 跟他的超级储能厂 超级工厂已经生产了 那么不但是马斯克底下 他在这个美国有厂 在欧洲有厂 这个中国的大陆上海的厂 那效能最高是上海的厂 那中国大陆也是这个 这个是Tesla 第二大市场 所以他不但他制造往外面销 他在中国大陆的销售 也是非常可观的 所以这是他在中国大陆 投资的一个现状 他遭遇到的待遇也好 他的成果也好 所以他非常重视中国大陆市场 在这里去大陆的话 主要要谈什么呢 就是说他的那个电动车的 所谓的全自动驾驶的系统 他希望中国大陆能核准 他提了一个要求 就是说这个全自动驾驶系统 他收集的一些道路的资讯 他希望能够移送出中国境外 到美国来做大数字运算的 一个怎么样 一个资料 一个database 这个部分 那要跟中国大陆来谈 因为连美国也不准 很多世界很多国家都不允许 你收在当地修集的这些道路资料 然后你送到国外去处理 那可是他因为 Tesla因为面临在中国市场 面临中国的国产的这个 电动车的强大的竞争 所以他必须要退出新的这些 这些所谓功能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他去中国大陆很重要的一点 一个考量 那为什么会退出印度呢 其实我刚刚说 莫迪不是第一次被放鸽子 光我们台湾在印度投资的厂 从去年到今年 就两个大厂退出印度 一个是什么厂呢 一个就是我们的鸿海 鸿海本来要投资195亿 美金 在印度 他跟印度的这个 实话大亨 叫Vendanta 这个其实要一起做什么 做晶片代工 结果呢 鸿海没有对外说很多原因 可是鸿海就说我退出了 这个在BBC都大幅报道 说怎么搞的 这个原来这么雄心壮志的 为什么退出 我想这个跟苹果要所谓 分散产业链 把它在中国的产业链 扩产到印度 这些市场有关了 可是鸿海 这么有适应力的 最后跟印度怎么样 原来要讲好195亿 就撤资不去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台湾的伪创 伪创也是这个 所谓的苹果供应链 里面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厂商 台湾厂商 他在印度15年了 可是也是跟印度合资 做有关的 这个苹果供应链 他去年就宣布不去了 他要把他的整个产业关门 那最后原因是什么呢 当然这些撤赏都不愿讲 当然是投资环境恶劣 法规不明确 然后钻吃投资者 对不对 我们讲这个 大陆的小米不是在印度 被一罚就罚 四五十亿人民币 这就是投资环境太恶劣 我们光讲印度有一个 矽谷叫Bangalow 它现在有1400万人 你知道前两个月 它出现什么问题 没水 一天短缺两亿顿水 你知道电子业最需要水 它没水 你说那还发展什么电子业呢 所以印度就是一片混乱的 他想要工业化 哪那么容易啊 好 来问一下建长 一个企业的领导人 他要追求的是什么 他要追求的 也就是利润最大化 第二个 也就是寻找下一个市场 立基市场 他是要做这些事的 不是要向酸民负责 他是要向股东负责的 所以我们看到马斯克的这种状况 千万不要太怀疑 难道印度的人会买的Tesla 会比中国大陆还要多吗 当然不可能 更何况印度的基础建设 它到底怎么样发展电动车呢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 我们帮马斯克想一想 马斯克最近出了一本 他的传记 他的传记就特别在讲说 他在俄乌战争之中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处境 他特别要求他的工程师 不要开启 在克里米亚附近的Starlink 为什么呢 他要阻止乌克兰 对于俄罗斯海军 舰队的一个偷袭 那这一个动作呢 其实大家有很多的疑问 但是他真正最怕的 就是发生迷你珍珠港 然后出现了所谓的核战 这是他不愿意做的事情 那对于两岸关系 他的看法是什么 他接受CNBC的访问的时候 他就在讲 中国会采行控制 这是记者问他的 会采行控制台湾 台湾吗 他说中国的官方政策 是台湾应该被整合 他其实已经讲到的 非常的内敛 他不是讲被统一 他讲的是被整合 这就是他看得最清楚的地方 他为什么要去中国大陆 因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这一些全自动驾驶 他最主要的 他要有图资 他要能够进行导航 但是我请问一下 中国大陆有没有Google 有没有Google Earth 可以让他导航 没有只有百度 他要使用百度的图资 他要使用百度的导航 那谁要点头了 因为在中国大陆 这个是特许行业 所以必须要由中国的官方来认可 所以这个马斯克放下了 这个印度的市场 跑去中国大陆 印度也不要太难过 因为这个就是现实 好 来请教颜老师 我觉得习近平在这个 COVID疫情之后 第一次访问欧洲 他有五年没去了 那我觉得他选了这三个国家 虽然看起来 法国他可能不需要 做很多的东西 但他对比如说塞尔维亚 对匈牙利可能一带一路 有提供很多的援助 可是他去法国一定会要 希望马克宏就像去年在大陆一样 就是我只要求你做到一件事 不要跟美国走在一起 就是你有一个叫做战略自主 strategic autonomy 他只希望能够做到 做到这个我觉得他继续也能够成功 但是大家都忘了 他这次去塞尔维亚 刚好那个时间点就是25年前 中共驻南斯拉夫 前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的那个 所以绝对会在那边有一个纪念活动 然后挑战美国 就是说你看美国当年就这样的炸 南斯拉夫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那我觉得双方大概就是会互相给一些难堪的事情 让你知道我们永远记得这些不太舒服的事情 那匈牙利当然是比较在欧盟里头 不是偏西方的这个国家 我觉得跟大陆关系一定是还是不错 所以这一次他去 我觉得就是说有两个等于是算是铁杆兄弟了 现在但法国也慢慢就是 他也没有要求你法国一定要完全导向中国这边 可是至少你维持一个战略中立 那我觉得他就够了 那至少如果我们看马斯克 我也觉得他就是一个标准的 台湾现在都在骂说养套杀 对不对 都认为说他养你一下 然后把你套住 然后把你杀掉 可是为什么这么多企业家还要去大陆 就是因为那个养的那一段 他可以赚很多 所以大家都明知道 可能未来他的这些自动驾驶系统会被大陆学去 但是如果他不去 可能大陆也会做 或者从别的地方学去 那还不如我先去把这个市场 我该赚的先赚保 不然的话被别人赚保了 所以这个现实 我觉得美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 他应该要认清 你今天怎么样去挡你的企业到大陆去 然后你挡了结果是别的国家赚 然后如果说你挡了最后他们自己生产 你连第一笔都没赚到 所以他们还不如去赚那个第一笔吧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好 昨天中国大陆都在关注说 神舟时期已经载人回这个 载人的太空船已经返回舱 然后成功的着陆了 根据大陆央视的报道 这些这个昨天晚上在 晚上的1546 就是晚间的5点46分 神舟17号已经载着 太空人已经返回了 那现在他们已经成功的着陆 所以现在大家想说 哇 这一次太空人还带回了 31.5公斤的太空特产 里面还包含了像是人类的古细胞 种子还有这种32种生命实验的样品 以及无容器的材料 所以他们带回蛮多 这个过去的一些实验器材 那还有这个神舟18的一些机组员 也都在这个在线观看 就是说同事准时下班了 马上他们就可以回去放五一长假了 所以我们来看看他们这个 象征接力棒的这个交接 现在我将象征接力棒的 一长门钥匙 传递给你们 从现在开始 一开始正式接管 我原来的预议管理 好的 神舟家族开吾接力 我们神舟18号城 一定决定权力 去跑好属于我们的这一棒 对所以这样的一个这个直播 也吸引了非常多的大陆的民众的一些关注 那我们看到这个太空人杨洪波也讲说 心情有如这个最美人间四月天 那马上四月天过了 迎接来的是五一假期 现在其实在大陆的各平台上面 包含了微博今日头条 全部都是这个被五一相关的一个词条给占据了 比方说堵车就是变成现在大家最 讨论度最高的 真的是低估了五一堵车的程度 很多人都觉得说 我很聪明 我提前两天 就没想到聪明的人很多 大家全部通通一块提前来塞车了 就在四月的最后两天 已经开始出现了庸涩的人潮 那还有呢 他们现在估计起来 大概平均有2.7亿人次要进行跨区的移动 人家讲说 是不是捅了个人窝啊 怎么到处全部都是景区 都是人潮啊 然后连所有的这些运输的设施 也都是满满的要搭车的人潮 然后甚至在资博这边又出现了大幅度的人潮 我们直接来看相关的画面 在今天一大早的时候 其实在资博的景区已经出现了 满克满谷的人潮 已经准备要去体验这些资博烧烤 甚至还有一些这种网友们 他就讲说 哇 昨天下午的三点钟 就已经塞在高速公路上头了 因为在难得的五一床假 很多的这些大陆的一些原本的劳工们 劳工朋友民众 他们也都希望能够趁这个假期 在到处走走 那很多人想说 我真的没有办法出去人挤人 有些人就讲说 那就来一场说不走就不走的家里蹲好了 与其去到处人挤人 那刚才先躲过人潮 那在家里面过五一算了 所以现在其实也反映出来 现在中国大陆各地的烟火器 因为现在这个整体的旅游 全面的复苏 那根据统计他们讲说 这一次大概是五大城市 已经出现了这种几爆人潮 因为他们说像开封 有这个相亲的节目走红 所以很多年轻人也跑去开封这边 来体验古城 那还有北京的景点 故宫长城 那不用说一定是人非常的多 还有西安这里的一些大唐文化 兵马俑 这些也都是非常受矚目 那还有呢 在其他的一些东南亚国家 也都是摩拳擦掌 在等中国大陆的观光客 比方说像是马来西亚 新加坡 也都做足了相关的准备 你看像曼谷的市长也讲说 非常欢迎中国大陆的游客 中国人民是我们的好朋友 就像兄弟姐妹一样 那他们就非常希望 这一次的五一长假 也能够赚到这个 大陆来观光的一些 人潮跟前潮 那根据IMF的统计 他们说 中国大陆其实根据 今年他们的预估 是亚洲经济的重头戏 所以他们又再度上调了 中国大陆经济增长的预测 所以各地的 这样子的一个观光人潮 不论是在自己中国大陆本身 或者是在东南亚 都已经感受到 这一波的一个消费力了 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 杰老师怎么看呢 我想大陆 这个已经变成一个新常态了 只要有长假的话 全中国的景区 统统挤得满满的 最后有人在高速公路上 就直接把椅子拿出来做 在那边烤肉了 都不知道今年会有 这个五一长假 会不会发生这个状况 那我也跟有些大陆朋友 讨论过说 你们为什么不都开发 点新的景点了 对不对 不过大陆朋友讲说 真的人实在太多了 而且这个现在有车的 大家都有车 对不对 电动车太好了 我那个时候去成都 听成都朋友讲 因为成都是这样子 它这个单号的时候 你的车牌是单号的 后尾数是单号 你才能进城 因为它限制有流量 新加坡也这样干 很多国家是这样 那双号的时候 双数日你就可以 双数的牌照的位 你才能进城 那他就说 那他们很多朋友 在成都 他就买两个 买两台车 一台是单数的尾数 一台双数的尾数 这也反映出 中国大陆现在中产阶级 这个中产阶级 不要现在是什么 不过你随便有个 一两亿的中产阶级 它那消费能力 就非常的空 非常非常可观 那我只能说 中国大陆要必须 尽快加速 这种新的景区的开发 因为常常我看中国大陆 常常有这些节目会讲 中国必游的十个景点 好像你这一生 你这十个景点 你没去的话 你就虚度此生 那你只有中国这么大 你只有十个景点 大家都觉得此生 一定要去这个地方 那只要放假 那几个十个景点 一定挤得满满 一定筛包 对不对 那就变成 事实上我觉得中国这么大 而且地理差异 人文差异那么大 每个地方都有它的特色 应该要尽速开发 要不然这个问题 还是一直会存在了 那还有就是说 中国大陆其实 可以就是说 把这些人流疏导到国外 我看日本也在摩拳插掌 欢迎消费能力超强的 中国游客来到日本 不管怎么样 日本需要中国大陆消费 那么这正好日币又跌破了 一比一百六 中国到大陆 说除了中国游客 除了在那边要买这些奢侈品之外 还房子也顺便买一买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现在中国大陆事实上 尤其游客 全世界 尤其邻近国家 都在争相怎么样 吸引的 你看这一次 布林肯到中国大陆访问 五点共识 中间有一点 就是双方要在文化旅游上 进行进一步洽谈 那这文化旅游是什么呢 也就是美国也需要中国的游客 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说你的消费能力 跟你的数量是硬道理 那不过讲到 就是说这一点整个看起来 我觉得 这个观光业是第三产业 可是各国都很重视 我觉得 你有这么大的 庞大的这些 这个消费者的话 这个市场的开发 事实上 我觉得对内 对中国的内经济来讲 对外跟外部的 这个合作的关系来讲 都是有极大注意的 应该做一个战略性的产业 来长久 全盘性的规划 好来请教建长 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画面 他讲说 竭尽全力的跑好 属于我们的这一棒 可是我们可以知道吗 这三位 也就是神舟十八的太空人 他是八零后 也就是他是1980年以后才出生的 这么年轻就已经担当了 中国大陆的太空重任了 我们可以想象吗 其实很难想象 那他们这一次上去 除了各种实验之外 这一次要养殖脊椎动物 为什么要养殖脊椎动物 因为他们要创造一个自循环系统 这个自循环系统 也就是未来中国大陆要推进到月球 要推进到火星 其实就是要在火星跟月球上面 建构这个自循环系统 那其实现在在神舟十八上面 其实他要从事的是这个任务 那至于说 刚刚大家谈到了 有关于中国大陆很吸引人的地方 因为我最近也看了非常多的YouTube 其实我也很想在最冷的时候 到东北的墨河市 去体验一下那个极低温 那我也想在夏天的时候 去新疆去吃吃哈密瓜跟葡萄 但是我们台湾刚刚讲到说 哎呀这整个东南亚 大家都很欢迎中国大陆的观光客 那可是我们台湾等到了什么 等到了一个寂寞 等到了一个心酸 什么都没有 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些旅客来到台湾 还记得吗 那个当年有陆客有陆生 在台湾的时候 其实我们那个台湾人要叫计程车 也都不是太好叫 他们都去跑着带着大陆人出去玩 这个其实才是硬道理 因为可以让最基层的 无论是那个是衣食住行的 所有从业人员都能够赚到钱 我们现在谁能赚到钱 哎呀光电 哎呀绿能 其他咧 我们的这些老百姓都嗷嗷待补 你就开始搞一些补贴 就是饿不死人又活不出尊严 我们台湾现在就过的是这种日子 好来请教严老师 我觉得我每次看到五一劳动节放假 我们现在台湾有放假 可是我就觉得我们到底重不重视劳工 因为蔡仲仲说这个劳工是他心里头最软的一块嘛 那可是为什么这个大使在这里 我们天天要申请加入国际卫生组织 要加入国际卫生大会 甚至要加入这个世界民航组织 但是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想去加入国际劳工组织 我觉得绝对不是那么容易加入 但是你去表个态 表示我们是很重视劳工的 而且我前两天上课才跟学生讲 我说美国的最低工资才七块多两毛五 当然大部分的州都有各州更高的 但是确实有一些州就是七块两毛五 那七块两毛五大概算了两百二十块 我说我们现在台湾也都一百八十几 我们跟美国的生活水准差那么多 我说我们值得骄傲 我们这个最低工资不算太低了 跟美国比起来 但是我们也没有好好想把我们的劳工 在国际上面去争取一些认同 我没有看到 这个我觉得很可惜 那另外当然 就说如果今天有更多的劳工 能够更多的大陆游客能够到台湾 刚才舰长也讲了 差很多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人要在周末去台湾的本地的旅游 发现房价很贵 可是如果他们这些房客 这些房子在周间有大陆的观光客来 这些景点 那平均一下 他们到周末再进城 那刚好我们促成 我们到旅游景点 那这样子一平衡之下 那个房价我觉得 你那个住客的率 时间这样子相互配合 会不需要那么贵去住 因为他现在等于是赚你两天的钱 要抵五天 七天的那个费用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去讲的 就是如果今天 这个东南亚都欢迎大陆游客 而且大陆游客消费 真的是不太手软 如果能够来台湾 又最近 我觉得大陆的游客 跟我们的游客 到大陆去有的时候 会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意识 就是说 可以吃中国菜 可以说中文 是很方便的 因为有些人真的 还是觉得有些地方 他不太习惯 可是一发现 他们讲说你听得懂话 就是听得懂 然后叫吃了东西 很接近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容易吸引的 那我只希望我们的政府 去考虑一下 刚刚小建长也提到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轩 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来宾 前大使接问及 翟轩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 严正胜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前海军舰长李理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来关注一下 因为这个蓝营的委员 去到中国大陆的访问 然后他们也转达了一下 王沪宁的一个讲话 他说两岸其实没有人 想要打仗 那根据了解呢 蓝伟就是问到说 三月份大陆召开两会 全国两会的时候 李强发表了政府工作报告 关于涉台论述的部分 把这个统一 删除了前面和平这两个字 那是不是代表说 陆方对于台湾的策略 会有调整呢 那王沪宁就回应说 两岸的问题是以和平的方式 解决为基调 仍然是不变的 两岸是没人想打仗的呀 两岸一家亲嘛 那王沪宁说没人想打仗 蔡明燕还要来讲一番话 他就说 哦这个是中国大陆 核战两手策略 来对台施压 六月到十一月的时候呢 中国大陆是 过往都是例行的军演热计 那国安局也会持续的关注 他说现在中国大陆 就是一手是核 一手是战 然后配合灰色地带的侵扰 将会影响到新政府 也就是赖清德 接下来这个新政府的走向 那他也说这个六到十一月 会是这个军演热计嘛 是不是在520之后呢 中国大陆就会加强 这样子的一些军演 借口用这些军演来对台 进一步的施压 这才是他们未来关注的重点 也就是说 我还在观察你哦 我还不会那么相信你哦 就是蔡明燕还要放出 这样子的姿态 跟这样子的话语哦 那520之后 这个赖清德上任 来处理两岸事情 会由谁来处理呢 邱泰山是讲说 因为大陆现在讲说 要开放旅游的 这样的一个讯号嘛 那我们陆委会的回应 他这个邱泰山讲说 因为接下来 已经有新的人事公布了 他现在目前只是 目前还在这个位置上面 但是不适合为 后任者下指导旗 为了避免宪政上的僭越 所以他就说呢 由新的那个来做 接下来的一个回应 那他们现在因为 这个两岸观光的开放呢 陆委会讲说 他们正在进行一些研议哦 因为对于陆方宣布 有限度负条件的恢复 陆克来台这观光的事情 他说将会在研议之后 才能够回应 逐步落实恢复陆克 组团来台的一些观光政策 但是大陆的官媒 已经不断在喊话了 就是发文向民进党喊话 说希望呢 赶快尽速取消掉 种种限制的禁令哦 为两岸观光旅游 来恢复常态创造条件 不要再做两岸交流的 拦路虎了 甚至我们看到这个日月谈天 还发表了这样子的一个图片 说大陆的善意 民进党当局感受到了吗 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图片 发在他们的这个微博上头 那现在就是要看这个 赖清德跟民进党 该怎么样来回应 他们这个现在的这个立场 当然好像现在他们是主张说 两岸应该是交流 可是好像说的比实际上做的更多 那另一方面我们也看 今天5月1号 除了是大陆的这个 五一假期之外哦 福建建也从5月1号 进行海事 也代表着大陆已经进入到 三航母的时代 是正式开启了 那上海的海事部门 也发布了最新的航行警告 从5月1号到5月9号 设立进航区 进行军事的活动 根据海事局发布的坐标显示 福建建的海事呢 我们可以直接来看一些画面 福建建的海事 它设定的进航区 就是在靠近上海出海口 就是这个东海进海的水域 那所以它现在有非常多的一些 这个首航海事的画面曝光了 也在这个相关的一些平台 像是微博或是今日头条 都是在现在非常热门的这个词条 位居这个榜首啊 大家都在看说 这个福建建的首次海事 以及海事的现场视频 大家都非常关注 因为也代表着 中国大陆正式进入到 三航母的时代 那紧接着我们来看看 这个玄号18的福建建 首次海事 其实呢 这个里面也展现出来 这个大陆完全自主设计 建造的手骚弹射型的 这个航母 那他们其实是采用 这个平直通常型的 这个飞行甲板 来配置电磁弹射 以及阻拦的装置 那再满的排水量 是8万多吨 那另一方面来看看 菲律宾这边 也在南海这里 好像一直要跟中国大陆对峙 菲律宾当局指控说 中国大陆的海警船 在30号的时候 发射了高压的水枪 所以造成了 菲律宾的船只受伤 受损 那中国大陆的海警 也在微博回应 他说这是依法 对于侵扰 黄岩岛附近海域的 菲律宾海巡船 公务船实施驱离而已 而且他们说 希望能够停止侵权挑衅 连外交部也同步发文 也说就除了海警方面 这个外交部也是同步 对于非方表达了一些 算是一个强硬的姿态 就说不要挑战中方 维护主权的坚定决心 那看到了菲律宾这个样子 其实人家会来想一下 那我们台湾呢 川普有一番话 大家可能要听一听 就是巨坛是否会捍卫台湾 他说不付钱的盟友要靠自己 川普很有可能今年会选赢拜登 是不是也代表着 未来美国的姿态是这个样子呢 就是盟友要靠自己 而不要说不付钱 然后还想要美国来出兵 所以美国收保护费是收定了 也不会想着说 台湾有事 美国一定会来 坚弱磐石的保护台湾 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 介老师 也看到这个大陆释放出来的 这个善意 对我想大陆 基本上就是说 是以和平统一为基调 那就是说 它的反分裂国家法里面 那么会采用非和平手段的话 是有几种状况出现 而那三种状况 基本上各位可以去看 他讲的也很含混 有很大的解释空间 所以呢就变成就是说 非和平手段是一个特殊状况 那么和平统一是一个 政策的基础 跟一个延续性的 我想其实这个老早就 谁在一直讲大陆要武统呢 其实我们就很清楚 这是美国 然后台湾的一些学者 复合美国 对 美国你记不记得 每天搞得跟猜谜一样 对不对 我们在这节目的 原来是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什么大陆要武统台湾 这都是谁在 这美国在那边干嘛 这个叫什么 他就在敲鼓 就不断的制造这个气氛 那么才造成今天 好像两岸真的是很紧张 其实两岸 可以一夕之间 把紧张都拿掉 对不对 只要一点 就最近习近平跟马英九讲的 只要大家都是中国人 只要都是炎黄子孙 对不对 都是什么 一家人的话 没有什么不能谈 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呢 基本上两岸之间 可以一细间 就怎么讲呢 转为为安 然后这些阴霾 就跟天气一样 第二天就怎么样 就什么 云海阔天空 不会像现在 大家搞得怎么样 每个人身 每个人头上都三条线 大家都过得怎么样 紧张 尤其在台湾这里 那所以我觉得 这个情势 已经应该要认定的很清楚 所以大陆事实上的话 从马英九去了大陆以后 再加上傅昆奇 然后那个红秀柱 这一些 蓝营的这些 这些高层 然后到了大陆以后 大陆释放了蛮多善意的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谈的 像这个马祖 马祖常住人口 还不到两万 他只要开放福建的 到马祖去旅游 福建常住人口 四千五百万 你想想看 马祖要接待多少人 对不对 所以就变成这些 都在慢慢在开放 释放善意 然后现在我们的旅游业 也很振奋 因为大陆已经开放福建省 事实上居民 可以到台湾来旅游 这样开放 我看现在网络上 很多大陆人都在问 怎么到台湾 怎么到台湾 变成一个很大的风潮 可是你就看民进党 怎么回应 对民进党 人家问民进党的 我看报道上说 在记者会问民进党的 陆委会的 一个负责人姓詹 叫詹志鸿 他以前好像在国民党 有在陆委会 对 他怎么回答呢 他说 炎黄子孙是一种古代传说 这算善意回应吗 你自己是银黄子孙 你都说你的祖宗 是古代传说了 这种偏激 这种 这种 树点望主 这种态度 真的让人家叹为官子 尤其有些官员 真的 为了换了位置 换了脑袋 为了组织 不昧着良心说话 什么叫古代传说 古代神话 中华民族 是各种多民族的 没有错 都是炎黄子孙 可是我们台湾人的祖先 现在你去台湾很多墓地去看 上面写的还是主居地 福建 昌州 泉州 现在台湾很多宗庙 我刚才去一个在大龙洞 那个城市加持 祖先从哪里来清清楚楚 哪一年 哪一月 什么时候 哪位开台始祖 是谁都清楚 标标准准的 这个炎黄子孙 为了政治 为了自己的 想谋一几支私利 搞你台独 私欲 你们把自己祖宗都不要了 你将来你总是要到天上去会你的祖先 对 你跟你说祖先对不起 我已经不是你的子孙了 就有这种事吗 这是炎黄 台湾人是炎黄子孙 这是科学可以证明的 对 居然可以说这是古代神话 所以呢 你怎么期盼目前这些民进党这些人 搞台独的这些人 能够把两岸关系转为为安呢 对方释出的善意 你还给人家搞成一个数点忘卒 让人家大陆越来越觉得 台湾人是不是中国人 这是一个常识 根本都不需要证明的 美国人现在很多 可是你去问美国人说 你的祖先哪里 他说 我祖先是英格兰的 我祖先是爱尔兰的 你今天问拜登 拜登说 我祖上是爱尔兰人 对啊 对不对 他不会说爱尔兰人是一个古代的神话 这个简直是 这个真的是已经到了一种穷凶恶极 为了一点点 私立 为了官位 真的 没有良知 没有良知了 真的值得羞耻啊 怎么这样 怎么有什么面目去 将来到地下 面目你自己的列祖列宗呢 为了赚新台币每天说鬼话 我们来问一下舰长 国安局局长说 每年的六月到十一月 是解放军各种演习的热剧 的确是 可是你拿出数据来吗 小舰长有 这个是我当初曾经发表的一篇论文 我在研究的是什么 我在研究的是2020年跟2010年解放军夏季的军演 到底它的意涵是什么 那我研究的结果 2020年它其实是武装所有的海盗 然后巩固近岸空防 那2021年呢 它是反低空破防 然后嚇阻抵近侦察 抵近侦察指的是谁 当然就是美军嘛 你美军要来低空 那个要来抵近侦察 所以解放军才有这种因应的动作 而且本来就是军以战为主 必须长存 奋发充沛的攻击精神 攻击精神从何而来 训练啊 难道阿兵哥不训练了吗 有这种事 然后我们来看 同样的这个演习 他说一直演习 其实演习人家是有道理的 怎么说 他其实我们 我研究的这个其实 是只研究三个月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从黄色的这个 飞弹发射区域 然后到紫红色 然后到红色的范围 意思也就是从15公里 一直推到50公里 也就是演习的范围越来越大 而且我们现在 2024年才在补跨子业的 一个飞行训练 看看人家什么时候开始做 人家2021年就开始做 人家我们以东部战区就好 他去2021年做了22次 可是对比2020年 他只做了6次 也就只差一年 他增加4倍 这个就是解放军的训练 本来就是要训练 不然呢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 这就是大家今天都在热议的 解放军的第三艘航空母舰 第三艘航空母舰 刚刚那张图操演区很小 不过小舰长当然有准备大图 因为很多的观众 还有网友都要求 小舰长要准备地图 其实这个左上角这一块 也就是长兴岛的江南 江南造船场就在这个位置 它操演的区域其实就在这里 38海里乘上38海里 位于阳山深水港以东 102公里的部分 我们其实现在在讨论 这一个福建舰 已经过时了 为什么 因为福建舰 它最重要的是它的 舰载机延伸打击的能力 那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我们看到了 它在武汉的水泥航母上面 除了歼35之外 它还有攻击11 攻击11就是无人机 那另外呢 既然它有电磁弹射轨道 它没有其他的想法吗 当然有啊 什么想法 电子轨道炮 就在这里 电子轨道炮之后 是什么 由电磁发射飞弹 发射飞弹 那飞弹尺寸会变吗 不会 它会把原来的 推进的力量延伸成什么 射程 打得更远 这个就是解放军的进步 好 来请教颜老师 我想大陆说 他们有在试出善意 那如果我们今天解读 并没有做出很正面的回应 我觉得有的时候 国际关系就是这样 就是当有一些机会出现的时候 当你错失了之后 以后是回不来的 就好像当年我们看到 胡锦涛其实对台湾的善意 还蛮够 可是我们当时 陈志平执政的时候 没有做出正面回应 结果两岸就是一个恶意的螺旋 那虽然马英九改变了这个 可是蔡英文上台又变成这样 那现在看起来 因为蓝营在 可能在立法院占了多数 我觉得对岸有释出一些善意 那我们不能因为是 对台湾释出善意 是透过蓝营 那绿营就要完全去拒绝 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们台湾人民要要求政府的 就是有善意 不管是谁做的 都应该可以接受 而不是只有我民进党做出来的 才是对方是对我们的善意 蓝营的就不是 蓝营的也代表台湾的人民 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惜 就是说如果今天 我们要把它解读为 就是说好像是蓝营带出来 他不愿意接受 那会错失很多机会 这是刚才介大使也提到 那我特别提一下 就是在美国 常常有不同背景的人 他们在美国最后说是 Irish American Scottish American 我们就说 Hyphenated American 那其实在台湾 也可以说是中国台湾人 在台湾的 一样的 但是我们现在就 连这个中国就觉得说 好像根本跟它没有关系 那我觉得这个是 连美国人都不会去做的事情 我们台湾最崇拜美国 你去看看美国的历史里头 这些族群的演变 我觉得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那520到底 民进党会做出什么 我觉得大陆也在看嘛 那台湾大陆其实又在看 怎么看11月美国的选举 我们看到川普是一个 这么现实的人 我们要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吗 我觉得我们四年前 我就是当时少数 我说民进民主党执政 可能对我们还比较好一点 但是台湾的时候风靡川普 因为川普骂中国的话比较难听 但是他只是骂的话难听 但是不一定是真正 他随时可以改变他的立场 所以这是我比较担心的部分 那这一次现在看起来 他没有第二任要选了 他如果上台 我真的认为 他绝对是非常现实的 会出卖台湾 那我们台湾是不是 到时候又还要再继续支持他 还在台湾 就在他选举的时候 认为他可能比拜登还要好 对不起 他上台台湾真的是 被他会吃干麻净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 特别要担心这一点 好 你休息一下 黄庄忙回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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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